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强调表现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咱们要写一个网页 咱们要写一篇文章 文章里面有很多 比如说一个单词啊 这个字段啊 咱们需要这个强调显示 该怎么做 在Markdown中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啊 好 我看一下知识点啊 有两个强调表现的方式 第一 大家请看 斜体 第二 粗体 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了 大家请看 斜体呢 我就说 想在我斜体的这些个内容的两端 怎么着 大家请看 各加上一个信号 或者说 各加上一个下化线 没问题吧 非常简单 那么如果说 我想把一部分的字体变粗 该怎么做呢 大家请看 很简单啊 前后各加两个信号 或者说前后各加两个下化线 就能够搞定啊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试一下这个效果 我这把这个调试工具启动起来 咱们试一下啊 Markdown 然后试 渲染器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咱的自然断拷备过来 然后调出咱们的这个简证 看到咱们生成的这个HTML标记啊 这个地方 对不对 目前来说有两个P嘛 好 比如说 我先想 让某一部分字体呢 变成斜线 试试啊 怎么变 比如说 咱们看这第一次段段啊 东南西北 让这个第二组东南西北 变成斜线啊 咱们试试啊 前后各加上一个新号 好 加上之后 大家注意看啊 由于这个渲染器的原因 其实大家请看 它只有东一个字变成这个斜线了 这个其实我以前跟你说过 这个是不是变斜 还说变什么这个颜色 这是根据您的渲染器决定的啊 咱们不管它是怎么表现 咱们看这个生成的tag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东南西北 这个第二个东南西北呢 前后各加上一个EM 表示什么 强调显示嘛 对不对 具体说 咱们这个网页中 怎么显示 怎么渲染 是渲染器的问题啊 所以说 咱们只要看 我要想渲染的东南西北的两端 各加上一个EM 就说明我的目的达到了嘛 对不对 具体说 表示出来什么颜色 什么背景 这是样式单的问题啊 好 再接下来 它还有另外种写法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前后各加一个下化线 比如说 我在这个倒数 第二个东南西北 这四个字前后 也同样加上一个下化线 看什么效果 下化线 然后东南西北 下化线 好 大家请看啊 这边什么效果 咱们不管啊 这还是渲染器的问题 咱们看生成的tag 大家看这地方 从后面数的 第二个东南西北 大家请看 前后也是各加上一个EM嘛 表强调 就可以了 OK 咱们目的达到了 再接下来 如何变粗 好 大家请看 这个渲染器 其实让它变粗了 咱们不管它 咱们直接看生成的tag 大家看这个地方 strong 一般咱们变粗 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strong 一个是b 一般来说 咱们现在 因为这个考虑到 seu的效果 seu的效果 所以说 咱们一般都用了一个strong OK 没有问题 它给咱们生成了strong的标记 非常的好 另外和另外一种写法 前后各加一个下化线 试一试 我是改从后面数的 第二个中发白 试一下 OK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确实是加粗 然后咱们看生成的tag 从后面数的中发白 你看也加粗了 前后各有一个strong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用macodown 编辑的时候 前后各加两个警号 或两个下化线 表示加粗 其实说是加粗 还是不加粗 不管 是表示前后各生成 一个strong的标记 若咱们只有一个信号 或者说是一个下化线 表示什么 表示前后各生成一个em的强调显示 所以说在咱们编辑 用macodown编辑文章的时候 您的头脑中应该意识到 我两个信号和一个信号 所生成tag的区别就可以了 知道这点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在当初介绍时 为什么要学这个macodown 学macodown要有什么基础知识时候 我给您强调一下 最好有一些html的知识 就是这个目的 让您知道 您通过这个写法 最后收成什么样的标记 对于您这个写文章 更有好处嘛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强调表征的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文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创到YouTube 优酷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咱们下期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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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咱们下期再见咯 饿酷